星期天 数以万计的人穿着黑衣服走上香港街头要求这座城市陷入困境的领导人下台 也抗议警方镇压6月12日群众示威 在夏季炎热中 人们从维多利亚公园前往香港的政府办公地 一些人带着白色的花朵 数以万计的香港民众星期天再度走上街头开始黑衣大游行 画面所见有示威群众打出横幅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他们打出的标语有 问责枪击撤回控罪学生没有暴动别杀我们孩子不是暴徒 不要引渡到中国打倒香港四人帮反送中称香港林郑不是我老母 大游行的组织团体民阵表示 星期日黑衣大游行 是要对香港政府提出五点诉求 包括不检控示威者取消定性暴动追究开枪责任撤回送中条例 林郑月娥下台 北京支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六无限期推迟了可能送人到中国大陆接受审判的引渡法案 并表达了深深的悲伤和遗憾 林郑月娥领导这座城市的能力受到质疑 两次大游行的发起者民阵回应林郑月娥暂缓修例表示 她在整个记者会上 对送中修例和警察暴力镇压示威死不认错 毫无悔意 十次被问会否下台 都拒绝正面回应 民阵深表愤怒 民阵认为 林郑月娥表示暂缓修例 却无视市民要求撤回送中条例 只是缓兵之计 而她在记者会上坚持定性6月12日包围立法会的集会为暴动 又赞扬警方镇压示威者是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 回避警方以暴力和能杀人的武器伤害及会平民的事实 实在令人迟冷 民阵谴责林郑月娥暴毙警察 星期三 警察向金融中心附近的抗议者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 暴力冲突成为全球头条新闻 并迫使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一些银行暂时关闭了分支机构 拟议中的引渡法会威胁香港的法治及其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国际声誉 路透社报道 一些香港大亨已经开始将个人财富转移到海外 投资者大卫维博在周日的时事通讯中表示 如果林郑月娥是一只股票 那么他会建议卖空 目标价为零 微博说他不可避免的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他在北京的监管人虽然目前公开表示支持他 但也同他近期的提议保持距离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周日在评论中表示 中央对他坚定支持 香港民众周日上街 高呼林郑月娥下台 星期天 数以万计的人穿着黑衣服走上香港街头 要求这座城市陷入困境的领导人下台 也抗议警方镇压6月12日群众示威 反送中示威的组织者希望有100多万人参加星期天下午2点半开始的行动 就像上周日抗议引渡法案的大示威那样 那次的人数 主办者说是103万 警方说是24万 在游行之前 民阵表示 不认为林郑月娥暂缓修订会减少6月16日游行人数 但是原定星期一的罢工罢课罢市即会取消 因为那一行动的原意是包围立法会 阻止修例草案二读 但由于立法会星期一没有会议 民阵也不会再有行动 不过 民阵警告政府 一旦恢复二读 就发动三罢 一名抗议男子15日晚从泰国广场脚架跌落身亡 6月16日早上开始 陆续有市民来到事发地点 哀悼死者 受访民众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完全是特首林郑月娥的责任 他怎么可以说只是自己解释的不够 他害死了人家的儿子啊 是人家的儿子啊 2019年6月16日香港人在抗议拟议的引渡法案的同时 也对在泰国广场大楼的一个脚手架上摔下来的人献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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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对在泰国广场上摔下来的人献花之意 宝 看 课